高以祥参加综艺节目《追我爸猝死一事》震惊了整个网络。 在事件发生后,令人意外的是, 圈内一众明星都在集注高以祥事件素演员的职业是高威职业, 包括宋佳、张雨琪、袁洪、欧阳娜娜等, 并倡议要求每天的工作时长不能超过12小时, 重返片场之间不少于12小时, 两餐之间不超过6小时, 为自己发生谋福利的行为, 也让网友群嘲, 并将真正的高威职业消防员、警察、医生做对比, 经过明星的发声, 高威职业也成为了网友的关注焦点。 12月30日, 演员罗进出席活动被问到了关于高威职业的看法。 对此, 罗进回应称, 哪个职业都是高威职业? 大家都挺辛苦的。 对于罗进的回答, 也获得了不少网友的高度赞扬。 这才是教科书式的回答。 不得不说。 婚后的罗进, 情商也突飞猛进。 随后, 罗进自保在早年拍戏过程中就曾被烙铁烙过。 罗进还原当时的事件, 是因为拍戏对手没有控制好。 所以烙铁整个就附在了身体上。 透过屏幕都感觉到肉疼。 罗进在被烫伤的那一瞬间, 表情也是极其的猙獰。 还表示最后呈现出的效果特别的真实。 是因为那是当下的第一反应。 在罗进描述这段惨痛往事时, 罗进用一种很淡然的方式说出来。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在罗进身上留下疤痕。 让不少粉丝都心疼万分。 罗进用亲身经历告诫大众, 最主要的是大家都要学会照顾好自己。 保护好自己。 近日, 罗进和李一同主演的贺力华婷也正在热播阶段。 该剧一开播就受到了广泛好评。 尤其是罗进。 在剧中对于肖定权的演绎。 戳中不少观众的泪点。 太虐心了。 罗进也曾因为在剧中哭太过扎心而登上热搜榜。 就连在待产期间的唐烟在看过后都表示万分心疼罗进。 发文称太难了。 怎么办呢? 不得不说。 唐烟和罗进这两人也是撒得一手好狗粮。 罗进和唐烟自公布恋情再到官宣结婚。 怀孕。 两人也成为了众多网友心目中的神仙眷侣。 唐烟在拍摄完电视剧燕云台后也停止了工作。 安心在家待产。 近日。 也有知情人士爆料唐烟的预产期在12月份。 罗进也已在上海医院预备好了产房。 静后佳音。 期待两人早日迎来好消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